你是未婚单身好吗 这样又单身好了好几年 突然发现单身不那么好 因为你看着朋友们度过了这个矛盾期以后 渐渐都走出了和喜情 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有点这么孤单 然后呢 他把那些王子公主这些龟水平都 慢慢不要说 只要是个男的 我就会长生见到见到 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只要是个男的 这个条件也很高 我就觉着吧 我就得送这三个字 糟糟的你就应该 广积粮吧 大家说 师傅 你等现在想积粮呢 你那个广度不够了 我就在演讲 广积粮 我不知道大家在演讲讲话题的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吧 异体练 你就老觉得那些演讲明家出来的那些话题好 但是他跟你不离替 放弃了放弃了 你又做着你的王子公主的梦 你要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自己讲爱最好的 后来发生这也会成 不成的过程中你就发现你就跟他恨啥 我还是诞生好被讲的 但到最后你又发现 你过不了VP那关 今天还是得参加比赛 咋整啊 最终还是想到要广积粮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啊 其实我在想到广积粮 我在想到两年以前 我有次去广州做一个工作坊分享的时候 当时和我同台分享的 有一个广州 类似于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铜马如果是民间人意的话 那么那一个广州演讲协会 它就是政府的组织 政府演讲协会的会长 当时和我们在同台分享 我当时还有铜马的一个漂亮妹妹 还有一个漂亮妹妹 我跟四个人在这边分享了以后 我分享完人家两个艺人做了一个演讲 然后下去以后轮到咱们演讲协会的会长上去了 然后会长上去以后 不入声色地说了一段话 让我顿时喊眼 会长说我们的演讲是为了什么 我们的演讲不是为了 让大家哈哈哈哈地笑 然后吃完这个饭以后就走了呢 我们的演讲是要体现出社会的力量 是要发出社会底层的声音 是要好让我们的人民起来改变 然后我爸因为 好歹咱也在家屋里面 历练了这么多年啊 我就挺不好 会长已经说了对 然后会长当时就会讲的话题是 看他面了几篇演讲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演讲怎么样 大家说好啊 然后我说好 我再来告诉你他的作者是谁 后来这个作者你才是谁 这没可能呢 那个是谁 就是那个谁 就世界都出名的 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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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时候的 是 一个坏蛋 然后我想说 你们现在还觉得这个演讲是好演讲吗 演讲 首先要先做人 然后完了 我当时吧 这个演讲还撑着 我旁边那俩妹妹 已经那个下巴都快掉炸了 你意思是我们不是人吗 而且 为什么演讲就必须讲人民 群众 那个底层的声音呢 为什么就一定要号召起来 和政府 和当年社会 和这个不平等的现象 发出抗争呢 我们讲一讲 杨处板写 讲讲找对象的事 算是一个压坏了 但是 两年前 也许我不认同他这个说法 两年后的今天 我必须 想把这个事情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同样 我们找对象的事情 虽然是不违法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近来 在我们图斯巴斯的很多比赛中 很多演讲中 我们越来越发现 好像我们的话题是限定在 轻轻握握 胜与胜难 然后找对象的那些事 然后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反正就都是 就会发现好像 有时候五个演讲 讲完以后 你就会发现说 嗯 那个演讲会胜出 为什么那个演讲会胜出 因为那个演讲 不一样 其他四个演讲 太一样了 我就在想说 发现了什么 为什么让我们 只是话题 停留在了 那些 事儿上 后来我想 这真不愿大家 为什么这么说 真不愿大家 我们年轻了 对吗 再过了三四十年 你想让我们谈谈一下 我们也不谈 但是我们还能谈一些什么 除了这些事儿 我们还能谈一些什么 来看一下这些话 来看一下这些话 韩说大哥 哦 好了 你看我叫一声韩说大哥 韩说大哥 就是接下来要给我们做分享的 从台湾不远万里 万里迢迢 为了两岸人民 我们同处一家的 友谊而来的韩说大哥 所以韩说的名字很灵的 不想送你韩说大哥